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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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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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武警栏目 打扰一下 你好 我看咱们这身衣服太酷了 我们这身衣服叫防爆服 它的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它相对而说重量是比较轻的 它有13.8斤 第二个就是它的活动性能非常好 看着穿这身衣服比较笨重 但是实际要是去做起动作来 还是比较灵活的 第三个就是它防复比较全面 它从头 胸 臂 胯 一直到腿 基本上把整个身体护得严严实实 是 我看特硬 非常硬 穿着舒服吗 穿着非常热 非常热 那你们三福天的时候穿吗 穿 我们从5月4号近村到现在 只要是在训练时间 这日衣服就没脱下来过 那你五这么厚 烈日严严的不都起肺子了 我们夏天在训练的时候 专门就是测试了一下 拿了个体温剂插到崴里头 就量了一下 这个温度大概就在40多度 非常多 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 比如说走了就往那一站 就往那一站 这站是挂了枪 这个汗就顺着这个体温就往那边 那你这40多度 那你这不中暑了 我们这个盔甲最厚的地方是五层 在膝盖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 一层 两层 三层 中间还一层 最后是四层 最薄的地方是两层 没有 那穿着不舒服 我能体验一下吗 正好我们这有一套 待会我给你拿上 你穿一下 行行行 好 怎么样感觉 现在开始觉得越来越热了吧 越来越沉了 咱们这个阅兵时候 穿的这个防暴服 和我们在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 这个防暴服 重量是一样的吗 重量是一样的 包括重量和材料 它都是一样的 它对我们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官兵 起到了非常好的防护力 它主要能抗出石块 力气 比如说刀 剑等等 这个匕首扎不透是吗 扎不透 还有像石块 九瓶 都能量度 因为在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 很多非法暴徒 他都用这些石头 棍棒来袭击我们 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战士 这样的话为了更好去防护 我们专门去监督 参与 参与 很标准 参与老师 非常好 这衣服确实特别特别的坚硬 我想我们在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 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官兵 不受到侵害 确实这身防暴服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 新的武警装驾车不仅在防范打击的防御性能上进行了轻心改造和构想 而且在处突团普通的进攻性能也在配备的武器系统上得到了崭新而深刻的体现 咱们这上面都是武器啊 对对对 我们这个车上面呢主要特别有脸大类武器 一种呢是杀伤性武器 杀伤性武器哪些是 杀伤性武器呢主要是这个 你送我手指还原看 主要是这个12.7毫米的轻机舰一体 哦这轻机舰 非杀伤性武器呢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叫防暴驱散器 防暴驱散器 对对对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这个主要是喷射物针的催泪瓦斯 这个主要是在我们武警部队处置这个群体性的暴露事件的时候呢 就是驱散人群运流 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我就是我面前的这种 就是它是叫做六广发射器 就是64毫米的六广发射器 发射器 六广 六广发射器 那就是同时可以打出去六发布弹 可以同时打出去六发布弹 它这个人可以打这么几种弹 比如你比如说这个气力弹 暴战弹 还有闪光弹等等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这几种弹分别都能有什么作用 暴战弹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 打出去以后爆炸所产生的音链 来这个震慑就是闹事人群的这种听力 使这个瞬间的听力和善失 第二个这个吹烈弹的主要是 让人那个眼见的突然间 就那个吹烈瓦斯 吹烈瓦斯 类似吹烈瓦斯一样 对这个听力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这个 38毫米的九广发射器 九广发射器 它这个就是发射的弹主不厌 但是它的类型 射程呢 射程它是距离在连倍米 武警部队的职能是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最低限度的使用武力 最大限度的通过震慑 来制止犯罪的发生 长期以来 武警部队致力于非杀伤性武器的 研制和开发 而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在实战当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事实证明 杀伤性武器和非杀伤性武器的有机结合 对于震慑犯罪 打击步伐之徒 会起到无坚不摧的作用 武警北京总队副舱马长杨维敏 曾在建国50周年国庆阅兵时 就带领武警特警方队 走过了天安门广场 又一次经历阅兵 特别是这次武警新型装甲车方队 将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向世人亮相 谈起十年的装备变化 这位曾经经历过阅兵的老兵 感慨曝审 它变化在哪呢 就是在装备的杀伤性武器和非杀伤性武器 这个上面来变化 你比如说50年代我们授阅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都是两个徒步防罪 使用的都是半自动步枪和自动步枪参加授阅的 是属于杀伤性武器 那么在60年国庆阅兵的时候 我们无论是徒步防罪 还有我们这个装甲车防罪 使用的都是97式的防爆枪 这属于非杀伤性武器 那么装甲车呢 也是在原来这个我们武警部队装甲车的基础上 将原来的杀伤性武器的装备 增加了一些非杀伤性武器装备的数量 你比如说多管发射器 它可以发射各种类型的催泪弹 暴震弹 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烟雾驱散器 以及强光照射 这些装备的数量 充分的改进和性能的这个结合 特别是杀伤性武器和非杀伤性武器的结合 以及我们这次授业装备的变化 充分的体现了我们武警部队啊 在处置突发事件当中 以人为本的处置理念 以及和我们呢 以最低限度使用武力 这是我们武警部队的处置原则 同时呢达到以威慑 暴力犯罪的目的 这次阅兵呢 也同时体现了我们武警部队啊 装备信仪化 现代化建设的创新发展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建国六十周年来 武警部队曾经三次参加过国庆阅兵盛典 1984年 当武警部队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 受阅的官兵们手中持有的武器 还仅仅是半自动不下 25年过去了 武警部队的武器装备 经历了一个有传统型 像现代型 有单一型像多样型 有普通型像科技型发展的转变过程 一些更贴近实战的新型装备 应运而生 首次戴装受阅的装甲车防队 在世人面前的精彩亮相 恰恰印证着武警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 买上了一个新的里程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武警栏目 广播剧家的转变 Guys 小独播剧家的第一名 啊 有连接经理 准备下进 前进 前进 方队长我听你刚才说咱们是第八方队的吧 对 但是这个装备方队当中我们排在第八个方队 那这个是自然排序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这是连子统一的排序 根据装备的类型 第八方队 我是动摇 准备停车 方队长我看刚才咱们在练习的时候 这个车呀特别的骑走的 这个成绩的取得在背后凝聚了我们很多的官兵的兴许 一个排面是四辆车 我们是四个排面加两台引导车 是十八台车 这一个排面是四台 对 这样四台车四个排面 加两台引导车前面的一号二车二号车 那就形成了我们整个的方阵 方队 达到整个达到分秒不无好几不差 我们广泛发动官兵智慧 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训练 重点我们抓住了四个环节 哪四个环节 第一 怎么样解决这个抽量 驾驶过程当中 走的直的问题 第二 解决它走的稳的问题 怎么走的稳走的云 统一的等速 统一的速度 这是解决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是解决怎么样走的齐的问题 确保帮队整齐划一 第四个问题 解决怎么样走的准的问题 前后距离要强的准 小心 展一下 我们的受阅训练已进入关键时刻 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要达到齐线正 等速云卡聚准标的齐才能是整个方队整齐划一 我们在正式的授阅或训练的过程中 地上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白线 这条白线呢就是叫齐线 怎么能让我们这个车走的直呢 就是说我们驾驶员每辆车的前掌红玻璃都有这么一条红线 驾驶员通过这个红线来瞄准这个杆 在于地上的白线从合就达到三点一线 这样的话我们车才能够保证直线行驶 不会跑偏 这一路车呢为基准车 每个基准车这个位置都有这么一条红线 其他的车辆通过这条红线来向他标齐 那么怎么标呢 咱们来看这个车 这个车这个位置有这么一个杆 然后这边有一个啊有一个镜子 驾驶员就是通过这个镜子这条 这条蓝线来瞄这个杆 再给那个基准车那条红线从合 就达到了这个标齐的目的 这个器材是红外侧距仪 这个器材的作用主要是 来测量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咱们要求方队与方队指甲 也就是说我们方队与前方队之间的距离是30米 误差不超过1米 咱们本方队之间这个基准车的距离前后是10米 误差不超过半米 它是通过这个红外侧距仪 这发出一个光速 也就是一个红外线一个光速 打在这个前车体的后装甲板上 也就是这个小红点 这个小红点 通过它反映给驾驶员 驾驶室有一个小屏幕 小屏幕显示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10米的距离是误差要求在这个半米之内 0.5米之内 这个驾驶员前面有个小屏幕很直观 而且还有一个报警系统 如果说超出半米的误差 它就发出这个警报警报信号 我带你去驾驶室看一下那个显示屏显示的数据 现在显示屏显示的数据呢 为5.85米 真正我们在授阅训练或者是正式阅兵的时候 咱们车的前后距离为10米 这个下面还装了一个报警器 阅兵或者是训练的时候 它超出了合格范围 而这个报警器呢 就会自动报警 来提醒他们家人 要求啊 就是在0.5米范围之内为合格 我们现在的训练 能达到10米之内 观众朋友 我这次采访啊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 那就是我们的授阅官兵 不仅仅是吃了很多的苦 而且呢 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一次任务 他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想了很多的办法 在阅兵训练场 我们感受到的是 恢弘的气势 壮阔的场面 但在他的背后 却是官兵们 用分分秒秒 一毫一厘的精准计算 来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磨合和训练 在训练当中我们知道 那战士训什么 训练的标准是什么 怎么训 训到什么程度 所以说战士每一个人都明白 明白以后 那剩下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是练的问题 练的话 他要练他的眼功 眼功 手功 腿功 脚功 脚功 脚控制油门 穿什么鞋 怎么样控制什么程度 独有非常高的标准 这标准就是在实践中 训练中 慢慢慢慢积累出来的 他精确到分 精确到秒 精确到厘米 毫米 标准前后误差十公分 十公分我们分解了一下 一秒钟 车是走 两点七八米 零点一秒 那就是二十几厘米 我们要控制在零点零三秒以内 他才能标准 这就是御兵训练是一种精准训练 我们的战士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一号车司机 自己在车里提了一个纸条 他提了两句 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分秒不悟 好理不差 第一 第二个字条上面写的 叫做 不要因为一式的懈怠 而为零点一秒而后悔 浑然一体 整齐划一 是授阅官兵们要达到的人车结合的最高目标 要做到分秒不悟 好理不差 官兵们倾注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 付出了百倍的艰辛和超凡的耐力 不要因一时的携带 而为零点一秒后悔 也许 这是武警装甲车方队的官兵们训练中的一句 普通的座有名 但这分秒毫力的标准背后 隐含的人与武器装备完美结合的终极目标 也许会永远留在授阅场上 也必将定格在未来的实战中 抖转星移几时春 几番风雨几代人 中华大典金幼市新庄走过天安门 武警特警方队那一辆辆新型装甲车 在彰显我国国力日益强盛的同时 也展示着武警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发展 我们看到的武警装甲车方队 是由18辆装甲车组成的 其实在阅兵训练的过程中始终是20辆 那么还有两辆装甲车哪里去了呢 在下一期的中国武警节目中 我们将告诉您答案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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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